欢迎大家回到韭菜人生 节目开始之前 请大家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韭菜人生带给大家一个好消息 农兴高铁直接搭高铁到新加坡 原本的造价是1100亿 很贵啊 就被讲成劳民三财 还没有建出来就亏大本 结果现在消息会降价30% 700亿就可以把农兴高铁建完了 吉隆坡通到新加坡 一个半小时 不到两个小时就到新加坡了 他们讲可以跑更快 一个小时就可以进到新加坡了 然后同时也给大家一个坏消息 也是一个很坏的消息 就是农兴高铁造价从1100亿变成700亿 为什么是坏消息咯 你吓死我咩 人家走到一半会不会停电啊 走到一半会不会什么东西坏掉啊 你敢敢跟我砍400亿啊 你什么意思啊 还是里面原本的那个沙发是很舒服的 你跟我换成那个不舒服的 本来有音乐听结果没有音乐听 等下呢 车站又跟他卡掉 车站卡掉什么意思 人家坐那个龙兴高铁不是每个人要坐去新加坡 而是方便我们坐去走后的 要不然你去走后是很幸福的 走后的那个南北大道很小嘛 一直塞车嘛 有龙兴高铁呢 直接坐高铁到走后多快 到新山多快 到新山多快 到森林城市 Forex City多快 是不是 你不可能跟我剪掉那个cost 等下走到半路停电都够力 应该不是这个原因啊 那就是另外一个更加坏的消息咯 很想吃是不是 那400亿谁吃 本来想吃那400亿是吗 不用讲 因为这个消息一出来呢 我跟你讲 我是昨天出来的啦 我是笑了一个晚上 一个晚上我还在笑啊 我到现在还在笑啊 所以把这个分享给大家 大家应该是 心里就是一直笑就对了啦 很厉害很会吃哦 1100亿哦 本来700亿就可以做的东西吗 现在你们把价钱提高到1100亿 是不是 Biasa啦 在大马这个东西 我们时空见惯了啦 所以不禁呢 让人家怀疑 让人家想回大马的文化咯 你在马来西亚做东西呢 你没有这样做是不正常的 知道吗 你没有这样做呢 很多只眼睛看着你啊 哎 哎 哎 风上30块 你做什么才跟政府claim呢 30块啊 很多眼睛看着你了 不甘愿了 不甘愿了 哎 跟政府claim60块啦 60块叫做很有良心了 60块很有良心了 什么才claim60块啊 风上30块是不是跟政府claim300块 10倍 啊 10倍是很正常的 反正抓不到的 啊 抓到也是居家复兴罢了 放心你在家里 在家里咯 不能出来咯 啊 你的你的这个钱呢 断了呢 你的家可以见美美的吗 啊 见到很美很美 然后你居家复兴了 不用啊 不用管家劳的吗 啊 是不是怕什么 所以大马自古以来呢 就是这种文化嘛 啊 所以你问我 你讲这个龙心高铁呢 啊 本来700亿就可以建的东西呢 为什么会跑到1100亿 啊 然后我给大家想一个问题 大家就明白了 现在啊 2024年啊 啊 地球上啊 不要讲到地球了 我们讲马来西亚啦 马来西亚有什么东西可以降价的 尤其是这个建筑材料这些建筑啊 啊 这些建筑材料啊 这些建筑材料啊 感觉更加是感到啊 吓死人啊 啊 一看就不邏輯嘛 马币都蹦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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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蹦 蹦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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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龙心高铁出来的时候马币才$4.2 现在马币$4.8 啊 才会便宜$400.000 你要骗人啦 啊 小学生都骗不到啦 根本就是想吃掉那400亿 现在没有吃了 700亿原来可以做 是不是? 所以很够累的 来我们看新闻 所以你看马来西亚的背后有多黑暗 其实700亿就这样好了 现在呢 之前他们就报价了1100亿 你跟我讲跟我交代清楚 这是400亿哪里来的 为什么会1100亿的 现在又讲700亿可以见 这要去追究吗 你在马来西亚现在什么东西不起价 这个Nex Cafe要准备涨7% 这个Milo准备涨10% 很贵了我跟你讲 他背隔到咱 这个就是阿克马的工作 阿克马要负责 阿克马出来 帮助人民 管救人民 拯救人民 Milo要涨10% 为什么你阿克马不要出来飞得 是不是? 那个保险费现在涨得很夸张 你看 从260亿涨到304亿一下子 很多人涨一半知道吗 那个有医药卡的那个 涨到664亿 存家人贯保 没办法进政府医院 阿克马呢 来佩丽州5月涨水费 虽然涨很少 阿克马去佩丽州 帮助一下 阿克马去哪里了 背隔马 我们要背隔马 我们要背隔马 这个就是背隔马 应该做的 又不出来 是不是? 不是 我们讲回龙兴高铁 去新加坡呢 总之呢 你上车下车 这个滴滴滴滴 两个小时以内 一定到新加坡 一个半小时 一定到新加坡 真正他跑得很快的 OK 好 所以你看几方便 这样子就方便大家呢 在新加坡做工 你人住在KL呢 你在KL呢 你可以去新加坡做工 然后又来回 一个礼拜呢 可能只要回办公室 一天到两天 你回办公室的那一天呢 你直接从KL呢 直接做龙兴高铁到新加坡 回办公室 然后又回来吉隆坡 剩下三天在家里做 这样子为什么不能做 新加坡的工作 是不是? 所以你看那个 亚万高铁呢 虽然不赚钱呢 当时是在家里做 但是他已经通了嘛 把那个望龙跟那个亚加达呢 你看这么多人做 交通是很重要的 是不是? 所以你看他的里面的消息出来呢 你现在去竞标呢 你700亿就可以标到了 人家 因为现在放私人公司去投标嘛 私人公司算来算去那个站 哎 做什么 我明明算来算去700亿就可以见到 为什么他们之前讲的要1100亿的 这个就是那些私人公司算来算去 那整条账算出来的 因为没有那个小哪破仑 中哪破仑 大哪破仑 大大哪破仑 他那个正在申请居家复兴 那个不知道要拿多少了 所以都没有了 你就省了这400亿哦 他的材料你怎样算呢 其实他们是 其实我们不要低谷我们这些建筑公司 他们里面建筑公司 我跟你讲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的 他们的那个部门呢 就是算成本的部门 那个算成本的部门呢 算亏本掉了 我跟你讲整件公司倒闭 我跟你讲 你要建一座建筑 建一座桥 建一座天桥 建一个龙兴高铁 这种几百亿的项目 你算成本的那个 你跟我算错了 哇 坦白然整件公司呢 垮掉我跟你讲 所以那个 他们的那个精算部门是非常非常厉害的 所以怎样做整个project 他们从头到尾 一毛钱呢 一粒石头都跟你算到清清楚楚 一粒石头 那个罗里再过来 放在那个 里道什么 多少钱呢 通通算到清清楚楚 所以他们算来算去 怎样算呢 都是七百亿做得好 那根本就不是一千一百亿 所以那四百亿呢 变成那个 变成迷啊 为什么他们之前讲 会一千一百亿 经过我们几家公司呢 精密计算呢 根本七百亿就可以建好嘛 所以呢 有人呢 一定会敢敢投标 六百九十九亿投标 那因为我就是要拿 我少赚一亿没关系 我六百九十九亿 我就计算上去 我就竞标了 是不是 啊 问题就在这里嘛 所以目前大概有三个 三个财团呢 要竞标这个project 他反正不是很贵啦 那个七百亿就可以做好了 啊 这个是affordable的 啊 你的七百亿银行一下子 就可以借七百亿给你了 这个这个没什么大问题了 所以这个龙镜高铁 建成功呢 应该是阻碍不大了 所以他也会加速呢 我们建筑厂业嘛 那最近几个大project 这样子做出来 龙镜高铁就其中一个大project 然后槟城的MRT 就其中一个大project 所以呢 环节政府上台呢 我们就是要知道更多这样的事情 原本以前的政府呢 讲的那个风站呢 一个风扇三百块呢 现在才知道呢 一个风扇才三十块呢 我们要知道更多更多 这样的东西嘛 好了 各位观众朋友 这个龙镜高铁呢 少了四百亿呢 大家猜什么原因 然后呢 这个两边互通是很重要的 你其实KL跟新加坡要很紧密的互通 总之呢 我今天心情不爽 我就上高铁呢 去到新加坡呢 去见我的客户了 就跟他讲讲两下 把生意做成了 又高铁又回来基隆坡 新加坡的人呢 要进来 KL呢 见客户呢 直接上高铁呢 就来了 然后半天就可以回到新加坡了 或者那种上班呢 Flexible Flexible 一个礼拜回公司一两天 直接坐高铁到新加坡 又从新加坡往上又回来 你看几方便啊 几好啊 这个龙镜高铁 主要不是去旅行的 而是这个商务用途的 是给大家做生意用的 就两个城市呢 基本上就紧密在一起了嘛 你基隆坡到新加坡就是一个小时的事情 你加上你去高铁 两个小时的事情罢了嘛 两个小时就到了的嘛 所以呢 生意呢 可以做到更好 这个三块半呢 好了 各位观众朋友 可以看见龙镜高铁的 降价呢 这么好的消息呢 大家什么想法呢 欢迎大家留言讨论 也请大家记得订阅我们频道 我们下回见